由信念远路带领 从迷雾里找光明 毫入醉坑暗路程 人都没有身影 尋遍尽没见证 全憑直觉造反应 转心逝去聆听 梦脏眼睛 犯人用双眼 如何望见 心眼无从手边 阵上困于光源背面 害怕一寸挂念 成为弱点 才伸手去斩 围城内失神 应能于坚 感觉原来未变 怀恨有令爱 夫一事见 别怕有些眼泪 模糊思仙 情怀愿是当天 尘埃未燃 这届大女席公会的主席 我是自在必得的 我真的没想过 你会这样洗横手 是郭一帆答应了他 如果他参加主席的话 商界会无限量支持他开家法律行动 一直以来值得我交心的人都好 来到今天, 我觉得你要想清楚 你究竟站在我这边 还是站在你师父那边 我真的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非黑职吧 我跟他不再是朋友了 我妈妈的心被人偷了 有人进品化院, 过年间医院 他证认你的结果是否急需做心中移植 我会帮你安排记者超代会 敏敏, 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字? 我从我第一天喜欢你的时候 我已经把你的名字纹在这里 你看 我求你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字 在这边报台 纹身合脚想求你了? 有多少人会喜欢你 你喜欢到把这个名字纹在自己身上 对不对? 你别辜负我, 我会很伤心的 你帮我签吧, 好吗? 签名… 谢谢你, 谢谢 签个看…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阻止大家的财务 我真的不洗澡了 你问律师, 记者会还没完 跑得这么急, 为什么不留久了 都拿了签名, 别在这里阻止了 你不用继续教姚文怎么回答记者了吗? 他一个人在上面, 你放心 姚小姐是我们的客户 麻烦你不要再骚她 想不到香港一千四百四十五个大律师 偏偏会遇到你 本来这件事, 我交给伊华了 既然你是我们的对手 看你可以亲自下场 好啊, 亲自下场总比做姚控军师好 到时见 好, 就这么玩 三年前, 姚敏做过这个百皮手术 可以证明他真的患有心肌感失 但到现在, 他究竟是否严重到 要做这个换身手术呢? 就要再查才知道 我问过医生 如果心脏有事的人 他们的血液循环就会差 尤其是手指部分就最明显了 但他刚才帮我签名 他对手依然很稳定, 很有力 不过这些是我的感觉 并不是什么有力证据 那终于下一步 我们就找到耀敏的病情 比鲁鱼肉轻的证据 只要我们可以找到证据 就可以阻止耀敏打尖 拿回原本是捐给芯仔妈妈的心组 文新俠, 我想单独和你的经纪局 简Sir, Thomas来做了 坐吧 谢谢师傅 有什么消息? 凡世昌下午上大律师公会 决定退出参选, 今届是公会主席 你已经退出大律师公会选举? 我知道庄英已经被他闪到闪了 但我们没理由直接放弃 对, 他越是搞得多小动作 就越是证明他这次参选 是另有阴谋 其实我真的不怕任何人跟我争 我只是觉得范西昌, 他还没够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争 那些人就是你的 只要你肯参选, 我可以做你副手 我们马上跟其他拍档 组织一支新的妆和他砍过 其实你也看不过眼 简少云他这么霸道, 对吗? 我们没理由眼白白地看着他 他没有对手之下, 坐上主席这个位置 对不起, 范图师 我想我真的帮不了你 法庭以内, 我也算是有一些办法 法庭以外, 我和普通人没分别 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在法庭上 外面和简少云势均力敌的人 就是选战这个游戏 我真的不够简少云去抖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如果你继续选的话 我那一票一定投给你 如果你也不肯出来跟他抖 简少云一定赢了 你那票给不给我, 根本就没分别 如果没有算是否应该要 妈妈, 你先喝鸡鸡鸡 吃鸡鸡鸡会会快点回復 芯仔乖, 妈妈知道你乖 是 愛醫生 給你介紹, 她是邵律師, 邵美娜 馬女士, 你好, 你叫我Eva 我是阮方的代表律師 想跟你談談 還有什麼要談? 阮方開了一個很優秀的和解協議 想你放棄起訴阮方 原來你是壞人 芯仔, 媽媽很累 馬女士, 不如你嘗嘗聽完再走都未遲 馬女士, 如果你肯放棄起訴 阮方會負責你往後所有的醫療經費 當然也會繼續積極幫你找合適的心臟 還會準備一包和解金給你和芯仔 金額是五百萬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你們把心臟還給我媽媽 馬女士, 為什麼要浪費時間打官司呢 我知道阮方已經請了一個 很有分量的大狀 但官司繼續打下去的話 勝數會很低 施米娜 新鎮媽媽是我們的客戶 麻煩你們不要騷擾她 是呀, 上官司也快要開心了 如果你來見我, 是可以的 這樣來見她們好像不太合規矩吧 馬女士, 請你考慮清楚 如果那宗官司輸了的話 你不但失去那個心臟 剛才我所說的其他事你都會失去 你不為你自己想, 還是為芯仔想想 我先走了 芯仔媽媽 他們現在當然什麼都答應你 叫你放棄了 我們在跟醫院打官司嘛 但你也相信盲俠 芯仔媽媽, 她一定可以幫你過到這一關 繼續維持心肺循環 那宗案件結束之後 再準備不後, 擇除心臟, 準備移植 這段時間你正在看點 放心吧, 我知道怎麼做了 那我先出去工作 怎麼樣?跟我們母子倆經常怎麼樣? 媽媽, 如果不肯停下禍解 我真的猜不到 是否賣得這麼罕有 竟然有兩個病人 適合等這個移植手術 既然這個血型這麼罕有的話 如果姚敏拿到這個心臟 那馬女士就等下一個機會 豈不是好嗎? 算上病人可以用來等的日子 我可以說的機會是等於零 其實姚敏的病情 不是真的惡化得這麼快 他真的比馬如玉更需要的心臟 器官移植委員會是有機制評分 我們是看數據, 看病情, 看報告 每一次開會都同一個報告 就是姚敏比馬如玉更需要的心臟 難道連你都覺得 我會拿病人, 拿醫院 拿委員會的聲譽來教票? 對不起, 爸爸 對不起,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的 你又看緊一點 不要讓你們傳媒人亂來醫院 找馬如玉的文章運端 我不想記者因為這件事亂寫新聞 說我們欺負他們的母子 我知道該怎麼做 阿喜, 想不想 接下來我們將會跟一個跨國集團合併 需要律師幫忙 籌金是八位數 你試試看你師傅會否推了手提案 來接你的工作 爸爸, 你不如直接跟我說 想師傅退出一張心臟的案件 讓你的姚敏可以安安樂樂地做手術 我很清楚師傅的性格 他絕對不會退出 你可否顧一下爸爸的感受 我真的不想我自己的女兒 和我的女朋友 在法庭上打對抬 是你的AR女朋友 在輪候名冊上打尖先的 要不是生仔 也不用找我們打這宗官司吧 輪候名冊上的先後次序 是委員會根據病人實際的情況 而作出決定的 我那天在記者會見到姚敏 雖然她沒有化妝 但她的樣子看起來比我更精神 爸爸, 我是你的女兒 你做得出什麼, 我怎麼會不知道 是你出手, 影響委員會的決定 是不是? 我不跟你說這些 你知不知道姚敏的心在移植手術 要暫緩嗎? 有人質疑姚敏可以優先照顧手術 是因為郭先生你介入 傳聞你和姚敏在拍拖是不是真的? 各位, 緋聞怎麼可以當真? 姚敏現在拍的那部電影是我投資的 我當然會關心她的健康狀況 不過我要強調 我絕對不會用非法的手段去幫她 馬女士, 你要記住 你聽聽我說話 待會兒跟醫院律師見面 是上法庭的前週 你把整件事交給孟俠吧 你相信她 她一定會幫你拿回原本 就是屬於你的心臟 馬女士, 一場官司的路向 是可以有很多變數的 你是否有其他想法? 文律師, 我不想再爭 文律師, 想接受遠方的和解協議 是不是他們有私下找你? 你可以跟他們說的 文律師, 為什麼你不要心臟? 只要我不再告 他們就免費為我治病 又可以幫我找個心 還給我五百萬 五百萬 五百萬, 五百萬能買到什麼? 買不到你的命 這個病情最多可以多撐一半年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們怎麼可以找到 另一個萬買血型的心臟給你呢? 媽, 我不要五百萬 我只要你沒事 我只要你沒事 不要再勸了 我要和解 不要 文神俠, 你說話 你是他的代表律師 師父, 你幫我考慮吧 馬女士, 我想你再考慮清楚 是否真的接受對方的和解協議 是 冰伯, 按照你的意思 媽媽 待會我們就去接受對方的和解協議 為什麼? 那個…我心很難撕之口 媽媽 你知道馬女士想要什麼嗎? 媽媽 你們可以覺得我無人性 不過我覺得她這個選擇 未必能夠錯過 如果元素人一方予以撤銷起訴的話 軟方會繼續負擔馬女士的醫療費用 也會繼續配對合適的心臟做移植手術 同時付出五百萬 馬女士, 我剛才跟你說了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接受這個協議 如果你接受… 生命是無價的, 多少百萬也不值 由於馬女士的血型是屬於盲賣血 亦是非常罕有的血型 所以很難才找到合適的心臟 不排除要去到外國接受治療 所以我希望將金額提升至八百萬 好, 我們會盡快準備一份協議書給你簽 另外亦因為馬女士血型的關係 我希望軟方可以發起更多宣傳活動 吸引更多人去驗血 參加器官捐贈計劃 提供馬女士得到心臟的機會 我們可以… 反對, 和解唯一的方案 就是原素人要無條件撤銷起訴 如果不行的話, 法庭見 好, 法庭見 是, 隨便坐 明明可以和解, 為何不和呢 是一定要放上法庭的 你現在把我和醫院的聲譽拿來交票 就是為了你和醫院的聲譽 這場官司不能和解, 一定要打下去 現在直接受警向的不是他, 是我 我, 你和郭先生兩人已經被廚門綁在一起 欠心臟的事已經通天了 有人來用這件事去打擊郭先生 說你收了郭先生的錢 所以把心臟優先給了遙文 原來如此, 和解就最好辦法了 用八百萬去和解? 就是給了一顆子彈給廚門攻擊你 那放上法庭 是不是不會有你所說的問題出現? 郭先生, 我和郭先生是意見一致的 這件事我都說了 一定要堂堂正正地打, 切切地打贏 這樣才可以報你和你醫院的聲譽 你不可以到處走的 小律師說你應該被廚門也不可以到處走 那和困住我有甚麼分別? 再這樣我還沒病死, 我也屈死了 我現在一定要出來休息一下 那我快要弄下手機, 趕快 那你留下手機, 我很快 你會幫我手機 不好意思,我送你走,很快 你是甚麼人?你進來幹甚麼? 阿敏,其實我是你的臭黑粉絲 由你第一部電影到現在 我就已經喜歡你了 你第一部電影叫做 《來自火星的女人》 粉絲? 是呀,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知道我現在這樣來是很麻煩的 但我想跟你說 當我知道你心裡有事的時候 你知道嗎?我很擔心,我很傷心 其實我經常都來 為甚麼妨礙我和阿敏聊天 我經常想,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把我的心跟你交換 我的心其實也很漂亮 怎麼了? 怎麼會有事? 你和Roy怎麼做事? 剛才我也不知道真是粉絲 第二部記者放大步走進來 難怪下次你們要小心點 這裡是宜遙小姐 你看她,罵人罵得這麼好,喜歡 哪有可能她心裡有事 嘶 小律師,你來了 對,我快受不了,天天困在這裡 簡大眾有沒有說 我們還要困到何時才能走 之前我們已經跟你解釋過 我們就是要將傳媒和大眾 對你的印象定價在記者會上 他們越記得你病得面無血色的樣子 就越對單官士有利 看到自己的廣告被人臭氣了 我越來越不想欠過我的心臟 反正我本身也… 李小姐,剛剛沒有把剛才那個男人 交了給警察 剛才有人進來? 對,那個男人壞壞的價格似的 會是我的粉絲 你離開床間房多久? 幾分鐘而已 不…Eva找到我的攝影機 收拾東西 我們換房 這宗官司已經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總之,我們上庭之前 你千萬不要讓你出房 就是現在想查一下姚敏究竟有沒有病 有多嚴重也查不到 我肯定這個女人是假病的 哪有人病得他這麼精神 罵人罵得這麼爽 剛才姚敏的助手說 報案交了一個男人給警察 即是高局失手了 查一點點也查不到 任由他去警署蹲蹲蹲 Nada,在這裡 謝謝 警察,你快點放我出去 我在裡面我想起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想起過你第幾次來用我 第幾次來說? 我是公職人員,有規有矩的 如果我有一天真的被人醜 是不是你養我? 好,我養你 上次你跟瘋子那件事 也還沒跟你算 那段影片你看到的 我跟他根本就什麼都沒做過 你看,你是不是來放我走 在裡面很辛苦 你這次真幸運 我展示了給他的經理人看 你上次去他握手會的照片 他們才相信你是新支持者 我真是他的支持者 你只是說事實,你沒說過那個大礙 行了… 總之他們不供你,你可以走了 我知道,我經常點你做事 不過我答應你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去工作 我真的好想要辦事 好,我好想要辦事 有沒有在營業裡 索得了什麼好處 剛才Eva知道有人入病房之後 馬上申請轉房所以不能進入 不是吧? 但我還力盡頭 才哄電警察會把我放出來 Eva很細心, 要不然我們的計劃已經成功 你就是想這件案子, 玩了一整晚嗎? 不是, 我在想我和Eva之間的關係 你和Eva有什麼關係? 我和Eva, 一晚一晚 本來我們已經同意了保持朋友的關係 不過他好像想…想再唱一步 什麼時候? 還不… 自顧教你… 閃閃閃閃閃閃閃 我騙你而已, 停 我不想… 你安裝完營後 Eva就馬上進入病房去探姚敏 我一直跟演姐在律師樓 我去哪裡見Eva?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我在做一個實驗 你剛才聽到一夜站這三個字 你馬上上腦了 你完全沒有用正常的思維去分析 我剛才說的究竟對還是不對, 對不對? 我聖地耶哥, 出了名一火遮眼 我的腦袋還哪有這麼多空位 可以分析這麼多東西才行? 你一聽到一夜站這三個字 就影響了你正常的判斷能力 就是說姚敏也會因為她的病 而影響到她的判斷能力 等等 你好像有些道理想告訴我 他三年前是否做過一次 心臟踏橋手術? 是呀, 我想他真的需要換心 是大手術, 難道真的貪得意嗎? 就是說他的病情只不過沒有馬女士那麼嚴重 同屬, 猛買血的心臟又那麼重要 所以她才偽造病歷, 誇大她的病情 就是說她的病是假的 那她這三年一定做過一些事 是跟她的病情不相符的 是呀, 我馬上去吃 等一下, 你明天要上庭 我不知道查不查得及 老規矩, 你又你查 我又我在庭拖時間, 就這樣玩 不是呀, 你明天的對手是簡笑雲氣 你能否解決? 我本來也在犯, 不過以你剛才的表現 我已經想到的方法 什麼方法? 跟Eva一夜站 跟Eva一夜站 自家 就為今天 師父, 剛剛收到消息 范世昌有入址, 參加大律師公會選舉 這次的名單有點不同 范世昌是選副主席 主席嗎? 范世昌, 文鑫俠 是他? 是柯院長親自來叫停我的手術 柯院長有沒有跟你解釋 叫停手術的原因? 他說有一個比我更嚴重的病人 需要一個心臟 他們也有一個委員會安排了 那個心臟給了那個嚴重的病人 這份是我當事人的醫療報告 裡面很清楚演示我當事人的心臟 是病情嚴重的 如果在半年之內不進行換心手術 他的傳聞率是零 范世昌, 馬律師 我想請問你柯院長除了跟你解釋手術叫停的原因之外 還可否跟你說其他話? 不記得了 當然柯院長和兩位委員會的成員跟你說 香港的氣功而直手則是先救而嚴重的一個 你對柯院長這麼說話, 有沒有印象? 有, 不過… 有就行了 他們經過商業之後就決定 將被你病症嚴重的姚小姐派你前面接受手術 你當時說過什麼? 我…我不記得 你是點頭, 又是說一聲好 你記得嗎? 我…記得 你暫時加深到阮方的訊息 你忘記了那些細節是很正常的 但當時你說一聲好 就表示你已經接受了阮方的安排 但現在又對阮方提出訴訟 那對柯院長、阮方 甚至對阿余小姐也不公平 反對, 反對辯方律師沒有考慮 我當時人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而且他只有小學的教育程度 我當時在暫時之間 根本不清楚應該怎樣去面對 這些複雜的醫療問題 只是很委屈地說了一句好 而辯方就將它演繹成 我當事人完全清楚 並同意接受阮方體諾專業 實質無理的決定 文大作, 馬女學是個成人 他已經為他自己說過我的話負責 每年有過百宗的老人騙案 如果像簡律師你剛才這樣說的話 那些專騙老人家的詐騙集團 就不用負上任何法律責任了 難道阮方強加於我當事人的這個決定 不可以是一個騙局嗎? 文律師, 法庭是說理據說邏輯的地方 現在還沒審還沒判 你不要一次一次去誤導陪審團 對阮方做失實的指號 法官閣下, 我收回騙局這兩隻字 不過我必須重申 我當事人是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重症病人 在病人和醫護之間 阮方是掌握著資源和資訊的一方 我不管代表阮方權力核心的 柯院長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過我想大家記住 我當事人是在治療期間 資源和資訊受到嚴重不對等的莫常 簡律師, 我知道你快出選大律師公會主席 但見到你這麼莫視 我當事人作為病患者的權利, 說真的 我對你的選情真的有點擔心 文律師, 我想請你檢討一下 你提出一個反對, 合理還是不合理 還有, 現在是我盤問的時間 你借題發揮, 阻礙我盤問的 我只是針對你誤導性的言論作出反對 要檢討的應該是你 你不是第一次上機… 我面相方律師, 請你過來 兩位都不是第一次打官司 不要在法庭這麼莊嚴的地方大吵大鬧 要不然我會去大律師公會 投訴你們擾亂法庭秩序 文律師, 我知道你一直為弱勢發聲 但請你的發言不要越差越遠 明白法庭公告嗎? 簡Sir, 在這個庭裡你的資歷最高 但請你控制一下情緒 這場官司是法律界的焦點 很多同行看著的 你也不想難看的, 是不是? 本席宣佈, 現在休庭, 下午繼續 停 我知道你今天心煩 不如待會兒那場讓我來 原來如此, 攻心為常 這個紋身俠真是多怪招 你的意思是他有心激勵你 不過他應該很清楚 他這樣做是贏得一場官司的 他還在做後仗 簡Sir, 你在裡面嗎? 是呀, 跟Eva在一起 過去 剛才還沒鬧夠嗎? 還沒 簡Sir 很晚了, 時間剛剛好 就是我出庭之前 就宿佈自己三選大律書公會 所以, 樂的就是打頂我的情緒 影響我的法規 好運 最壞簡Sir, 你不再生兩千玉筋吧 不然我勝算就多兩分 說真的, 當時是我真的生氣的 不過回心一想, 打官司 如果沒有那些挑戰, 有甚麼好玩 你用的是法定以外的招數 是我和我教的 我看你這次怎麼贏 我要贏的不僅是這宗官司 還有大律書公會主席的位置 我要告訴你 簡紹宏這三個字 已經能夠再在法律界戚賊風雲 當然了, 你的時代已經通過了 好, 我等你 你先走了 不行, 你師傅完全不受你影響 那怎麼辦 馬上打給那個人, 看他那邊有沒有資料 行了, 調查了, 等等 剛才說完你, 你又借我的辦法 說就說在拍攝, 不是走進來查案 不是, 我真的來拍攝 我想做演員很久了 不過只不過, 今天要順便查案 一舉兩單, 對吧 其實姚文在這間電影公司 拍過很多電影 我來這裡找找 究竟有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到他的病情 根本沒有那麼嚴重 那我心就能夠避免這個媽媽 我的天 為何明日香的文章會在這裡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他 你幹什麼? 這麼能見到真跡 當然要看兩眼 你放好他吧 我看完就會放好他 現在不是事必要你說 我不是說我看完 你所說的東西 會用紙筆記錄 你真的會罵我 成為情堂證供 好, 看完 姚文, 她的地點是八樓 在八樓拍美人如暖曲 八樓? 八樓是菲律賓附近的一個島 那裡最有名的就是…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來拍攝 不要… 是否真的要跳舞? 沒辦法了, 盟月他們正在等著 我們就等到以前就行了 你們別只顧著聊天, 開始了 來… 給他們幾份合約 好 真的嗎? 謝謝你, 考慮一下 我問你查到什麼 起碼我查到, 就算是我們不做這行 也可以當明星 Madam? 蛇仔明?你幹嘛在這裡? 我一直回正學 我是副導演 Madam, 你穿成這樣, 你有腦袋嗎? 第25期訓練班 等等, 你是副導演嗎? 是呀 這就對了 那被人圓亂曲的白樓外景 我已經複製了一篇一篇 到他們最後爛了尾也不會穿到戒 謝謝 Madam, 看來是你剛才幫忙 不然當初你幫我管求成 管也不會管得那麼輕 其實你還是要偷外婆底褲 下次再偷一些年輕人, 謝謝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做事 好吧, 再見 他真的會習慣 厲害了 別弄出人命 我只是不想被人找到任何東西 太早問了 警察, 停車 停車 我去打, 走… 可否請你們說診斷和治療的過程 當時我覺得胸口很閉門 我去了看醫生 醫生說我有一條心血管塞了 他幫我做了塔橋手術 這三年來, 情況如何? 就在半個月之前, 我在片場開工 我, 胸口忽然之間很痛 痛得要馬上入醫院 儀小姐, 別急, 你慢慢說吧 這次醫生請你怎樣? 你怎樣? 他說我心肌緊實 而且我發得很嚴重 需要盡快做心臟而服手術 才可以保住這條命 儀小姐, 你還可不可以繼續? 你看他, 像演戲一樣做 壞…壞人 我… 停車… 醫院方是心胸肺科的主公醫生 親自為儀小姐做了個檢查 結果發現, 姚小姐的心臟肌肉 有大發維的壞性 如果不做會心手術的話 姚小姐的生命只剩下三個月 其實馬女士跟姚小姐 她們兩個人一樣 她們的生命都在倒數 根據院方的報告 很客觀地告訴我們 姚小姐的病情比馬女士嚴重很多 好, 所以院方就把姚小姐做優先處理 絕對是合情合法的 姚貝心緣好像很敗他 看看那個報告是怎樣 姚貝心緣你去哪裡了? 姚貝心緣你去哪裡了? 姚貝心緣 不要… 馬虎局下, 兵方還有沒有問題 那…那邊沒有了解 好, 律師, 你可以開始提問 我敲著你, 我敲著你, 我敲著你 你這小子都不動多久? 那怎麼辦? 豐豐, 考考了 阿公, 葉雲小姐 請問三年前你接受心臟踏橋手術 有沒有定期進醫院 再接受身體檢查呢? 應該做過兩、三次 如果兩次的話, 即是一年半做一次 而三次的話, 即是一年做一次 對一個剛剛做完心臟手術的人來說 也很合理 如果我說證人記錯了呢? 控方手上有一份保險公司的資料 裡面就是你三年前做完手術之後 每一次身體檢查的殺傷紀錄 而這三年裡面總共是八次 證人每四個半月就做一次身體檢查 可能證人你住在醫院住在台內 記得不太清楚 又或者就像娛樂圈的傳聞所說 你說你是做其他手術 而身體檢查只是明目 反對 法官閣下 何方女士所說的和本門無關 法官閣下是絕對有關的 因為控方在找證人病歷的時候 遇到很大的困難 事關證人不時離開香港 向外公報就說他去美國那裡進修 但實際上我們發現 原來他是去了日本和韓國 而回來香港之後 他的外形和容貌都有了不少的改變 所以為了證人他的醫療狀況 得到充分的評估 控方要求證人呈上他所有的醫療報告 包括這幾年裡面 他在公開場合的錄影和照片 萬俠仔, 你是很古惑 你覺得對家律師聽不到嗎? 目前有很多醫療案例 都證明整容手術 是會對病人的人生安全帶來風險的 而這些接受整容手術的病人 又或者我們應該稱呼他為客戶 而這些客戶呢 他們都需要定期更進 或者再接受手術 以毫無透明度的醫療紀錄 就會令病人的病情更加難以判斷 反對 方哥, 反對控方要懲賞無關的病歷 很明顯他是想拖延時間 如果他的邏輯是成立的話 豈不是馬雷次從出生到今天的病歷 都要懲賞? 本席同意, 反對有效 控方律師, 你別再在這裡動拉細扯了 證人, 請問你認不認識超天凡集團的 郭一凡先生? 認識? 那你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反對, 法官過下 何鋒再一次問問跟本案無關的問題 根據每一年的醫院年報 每一年郭一凡先生都會向醫院捐贈五千萬 我想提醒裴審員 柯博院院長正正是器官移籍委員會的主席 如果有人要求委員會 在器官輪候名策上作出調動的話 那豈不是有很大的誘因? 反對, 法官過下 法官打算是提問證人呢? 因為他自己作證 反對有效 我只是在求證一個 每年會捐五千萬給醫院的富商 和一個患有心機梗塞的女明星之間的關係 至少現在這一刻我們知道 這個富商是投資給這個女明星去拍戲 但是是不是有足夠的動機 去搶走我當前的心呢? 反對 反對控方提出失實的指控 反對有效 控方律師, 請你提名的時候 注意你的措辭 這次是我對你最後警告 怎…怎麼辦? 我問律師, 每次都被他反對了 我準備好了, 考全 法官過下 控方有一份新證據未來得設程堂 我想申請暫時休庭 讓證人下一堂繼續出庭作供 反對 反過, 何況律師在拖延時間 對證人很不公平 法庭也應該重視一下 姚敏小姐的健康情況 文律師, 看回你之前所問的問題 本職難以接受你的要求 你那些是什麼證據? 請問你是什麼新證據? 什麼證據都不說, 還用休庭? 請 via 法官過下, 我有新證據 師父 怎麼樣? 師父, 你怎麼樣? 你不舒服 師父, 你沒事吧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你去哪? 師父 師父, 你幹什麼? 師父 可以證明姚敏她根本就在演戲 我突然說得你很認真 你本事吧 姚小姐,請問畫面中潛水的人 是否你本人? 是 是 根據心臟科醫生的診斷 姚小姐心肌梗塞的情況 是所有加重心肺負擔的運動 都不應該做 以潛水更加是高危之中的高危 因為水壓會直接影響到心肺功能 請問這段影片你是何時拍的? 我不記得 是在三個月之前 在菲律賓附近的一個潛水聖地 白樓Milkyway那裡拍的 謝謝,所以入院前兩個星期 一個心肌梗塞到快要換心的人 為何可以做這麼高危的運動呢? 請問畫面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